大家好,我是游子 还好昨天我跟朋友约了出去吃饭 要不你看,下雨了 我早上起来睡到十点钟 起来洗刷以后就跟Sam说你想吃什么 他说他想吃pasta 我就在想冰箱里挖一下 看看还有什么东西 一看不得了 牛蛙放了好久了 还有那个凤爪 好,今天就把这两个煮掉吧 牛蛙配菜就拿生菜吧 我去菜园里摘了几棵生菜 昨天好像绿叶菜没吃够 今天多摘了一些 今天本来是浇水日 一看这个天 还好我没出去浇水 又省了我一件事 我只要一去菜园里 没有两小时是出不来的 看看这莴笋疯长要摘了 韭菜也要割了 明天弄吧 今天实在是吃不过来了 我现在开始煮饭哦 弄了一些生菜 回到房间里已经快12点了 赶紧把这个香辣牛蛙 是8块9毛9买的 这里面有配菜有面 还有一包调料 我自己又放了青椒跟胡萝卜 再准备放些生菜 刚刚菜园里摘的 铁锅里放点油 我先把青椒跟胡萝卜 放下去煸炒一下 把它那一包配菜 它是豆腐 跟一些些笋片 很少笋片 我一想 对啊 我还有一些冬笋啊 我也拿了一小片出来 就是朋友送了我一个大冬笋 他觉得这个笋很新鲜 所以呢 我把它切了四份 水里已经戳好了 随时要吃就可以拿的 我就拿了四份之一 把它切成片 也放到了锅里 我什么做料都不想放 我想试试这个做料 看看它够不够咸 够不够味道 所以我就这样把它们先清炒一下 我打开了牛蛙 等我打开包包放下去 我才发现 原来它是生的牛蛙 那我一直放在冰箱里 都没有放到冷藏里 再看了这个盒子 它说要放在零下18度 那就是应该冰冻的 不过还好 我闻了一下 看了一下 都很新鲜 我放了要一个多礼拜 两个礼拜了快 再把这个酱料放下去 其实我这个酱料有点放早了 我应该放点水啊 先让他们煮熟 再把酱料放下去 因为什么啊 后来我才发现 它这个酱料里边啊 是有零粉的 就是说它已经勾芡过的 勾芡过的料吧 就很容易浇 我还是放了那就放了呗 放了也好更入味吧 就看你自己了 我又放了一碗水 因为我真的觉得它不够湿 要到时候牛蛙还没熟了 锅底全都糊了 那就麻烦了 所以我放了一包水 因为我待会还要放面 还要放生菜 所以我也不怕水放多了 满满的一杯水看到 好 现在只要盖上盖 让它把牛蛙煮开 别的东西呢 我觉得牛蛙只要煮开了 别的东西应该是 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开那个盒子呢 上面写的什么料酒啊 什么都有了 其实我后来吃了 我发现我应该再放点 胡椒粉啊黄酒 因为我还是觉得 这个牛蛙有一点点心 现在呢就开大火 这是我的习惯 每次开大火了以后 我就开始擦桌子了 因为这桌子是热的时候啊 很容易把油腻擦掉 我呢用干锅 把今天摘的那个生菜跟面呢 放在这个锅底 待会煮好的这些上面的牛蛙呢 就可以倒在那个锅底上 我看那个盒子上写了密密麻麻的 各种各样的调料 你让我自己调的话 我去买这些料 找这些料我得找半天了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料 还是买的值得的 这个时候啊 你就会闻到好香好香的味道 这个味道可以说 我做任何菜都没有 都没有闻到过的这个香味 现在已经完全煮开了 我要把火关掉 因为我觉得它有点收干 下面有一点打底了 有一点粘住了 看到但没焦 还是很香很香的 这个豆腐啊 现在我才发现 它是油里炸过的 所以呢 它碰到做料以后就撑开了 就吸了这个汁 这个豆腐一定也很好吃 我看牛蛙差不多熟了 现在我就可以把它转到干锅里了 因为待会干锅还要煮的 我跟Sam说 你的pasta也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开饭了 他说今天煮那么快 我说其实就是一个菜嘛 荤菜蔬菜都在这个锅里了 看看颜值还不错吧 我又加了一点水 我的电炉其实老早就关了 只是有点余热吧 所以你放在上面 正好它可以保温 这是胃上面买来的 小美点心 港湿骨枝凤爪 8块4毛9 这是我第二次 买这个凤爪吃了 我怎么觉得今天这盒 没有上次那盒多呀 不管它了 谁让我嘴馋 它就是涨价了 你也没办法 想吃 管它呢 我把它倒在这个碗里 发现好像这个碗 好像还太大 这些做料可不能浪费呀 味道都在这个里边 我又换了一个小碗 铁锅里放点水 放在蒸架上 让它煮个十分钟吧 我设置了十分钟 就没有去管它了 十分钟以后 那鸡杂就撑开了 满满的一碗 好了 我们开饭吧 这是我的饭菜 看看Sam的pasta 他用的是这个做料 就把pasta做好以后 把这个做料浇上去就好了 他说不能买大罐的 因为吃不完 这个做料很容易发霉的 他还有昨天剩下的 我帮他煮的牛肉土豆胡萝卜 这是他意大利面的配菜 昨天我的朋友给我们两个人 一人做了一个葱油大饼 我今天拿出四分之一 烤箱里烤一下 昨天晚上我已经吃掉四分之一了 他的葱油大饼是发面的 所以你怎么吃也不觉得很脏 香的不得了 你看上面撒了那么多的芝麻 烤箱里再稍微烤一下 更香了 开饭 这时候外面下去了毛毛雨 而且这毛毛雨还下得蛮急的 我一想 还好我今天没去浇水 但是 等我饭吃好了以后 又出太阳了 Sam说 要来修那个门 昨天他已经把后门呢 完全油漆了一下了 但是这个门那个门叉有点移动 因为炒湿 所以呢他也来修那门 一定要我帮他忙 我一想我已经出门了 算了 我索性把这个角落 全部弄干净 把一些脏的不需要的架子也扔了 所有的盆盆罐罐我都把它归类 我要把没有种下去的草莓 种到这个种植盆里 那种之前呢我得把种植盆的窝笋跟生菜 全都拔起来 另外还有一盆蚕豆 还有六颗 我得把它找地方种下去 我一边吃饭 你看我 两个眼睛发湿 脑子就在转 找什么地方把这六个蚕豆种下去啊 嘿一想 对啊 那棵树周围可以种蚕豆 而且他如果倒伏的话 我就是围着这棵树 把它们都可以绑起来 别的没什么 我是下定决心 今天下午干农活了 千万不要下雨 等我干完了再下雨 那倒是好事 好赶紧吃 吃完了下地干活去 吃的我撑的呀 你看看 葱油饼吃了两块 凤爪吃了两个 兜底翻 把那个生菜全都吃完了 面吃了一半 牛蛙一大半给我吃完了 吃的特别饱 确实应该下地干活 让它消耗消耗掉一些 Sam吃完了 自己在那边洗碗 为什么呢 昨天我不是跟朋友出去了吗 我下午回来的时候 池子里 一池子的锅碗瓢盆 我帮他数了一下 刀叉勺子 一共九个 我说今天中午谁来吃饭了 他说没有啊 我一个人啊 我说你一个人 为什么要用九个 刀叉勺子啊 后来他说怎么了 我说家里有用人还是什么的 东西就往池子里扔 我说你试试我也天天扔 这个家还像家吗 这个厨房还像厨房吗 我还要做别的事吗 还要做饭吗 我给我骂的呀 今天乖乖的 自己的饭碗全部洗干净 怪不得他早上问我 他说你跟我说 是不是以后我吃好的饭菜碗 都要马上清理掉 我说没有关系 中午饭你吃了 如果我不在你自己清理掉 我在的话我来清理 晚饭你可留在池里边 明天早上起来我来洗 但是没想到 他今天中午乖乖的 把自己吃的饭碗 刀叉全都洗干净了 真的一个家要干净 说实在的 大家都要保持干净 这样你准备收拾起来 就方便多了 再说了 现在 Sam也不是在上班啊 他退休了 我也退休了 那应该所有的工作 是不是两个人分工来做啊 没有这个一定说 这个事一定是女人做 那个事一定是 我说你年纪大了 有好多事做不了了 那对 我可以来做 但是 有的是你是可以做的 而且你是可以顺手做的 你为什么要扔在那个厨子里 什么都不做 好像家里有用人 马上会来帮你洗一样 他说你不要这样想 我说我希望我是不要这样想了 好了 最后一口 喝完咖啡干活去 首先我要把后院 去前院的这个弄堂 看到吗 这一排东西 我全部要清理掉 这扇门呢 我要叫Sam油漆一下 门外面这个架子 是个木头架啊 已经有点倾倒了 我也不想要了 为什么 我觉得太大了 放在这里 碍事 所以我跟Sam说 我把它拆了 我来来回回 整理了两个小时 把这里的架子 两个塑料架子扔了 我种了这么几盆 门不需要大太阳的菜 门Sam油也给我漆成白色的 还给我加固了一下 再看看外面那个架子 我全部拿掉了 就放了这么一个铁架子 这盆水芹菜 种得不得了 防木架子上搬下来 搬到零食的塑料架上 是Sam油帮我一起搬下来的 然后Sam跟我说 你要搬上去 我帮不了你的 因为我现在手痛得不得了 背也痛 我说没关系 我自己搬 等我搬好了 Sam傻了 他说你怎么搬上去的 我简单 把那个铁架子 先放到这个位置 把塑料架子上的水芹菜 移过去 我半个半个这样 再搬到这个铁架子上 那不就是全搬上去了 他说那你刚刚搬下来 为什么要我帮忙啊 我说那是 有办法的时候想办法 没办法的时候 我就自己想办法了 你不帮我搬 那我只能自己来干了 他说你这个女人真厉害 我这架子上三种青菜 一个香芹 一个水芹 下面还有盆蚌豆 现在我要把它种下去 所有的育苗盆 小的全都装到了这个盒子里 全部归类 要找要用也很方便 之前的塑料架 让我放在了灰色的垃圾桶里扔了 现在看看 侧院干净多了 那个架子 Sam拆了 螺了一螺的木头 他说可以做别的东西 他也拆得很累 我也很累 现在我要把这六盒草莓 种到种植棚里 首先我先把地上的这些窝笋 你看头都爆出来了 全都拔掉 这些窝笋都是以前种在 一嘎嫩的那个盆里 因为没地方种了 再移到地里 让它再长长看看能不能长大 现在看来也是长不好 所以索性全都拔了 后面两颗榨菜也把它拔了 一下想起这块地里也有些榨菜 其实都已经你看抽苔了 拔了吧 天热了 长不好了 再说呢 也没有好好浇水 看到吧 干的 哎 索性拔了吧 菜啊 真的 没有水是长不好的 但是我们家这个人就是规定你 一天浇一天不浇 我问我朋友 我说你那窝笋为什么长那么大 他的浇水啊 他老公一天浇两次水 我说我的东西为什么有的地方就种不好 就是没水 看看拔出来的榨菜 叶子还蛮新鲜的 准备还是晒梅干菜 赶子这次拔了皮以后就炒着吃了 不做榨菜了 现在再来清理种植床 种植床里的粗粗细细的窝笋 全部给它拔了 那颗芹菜把它移到地里去 所有的生菜也全部拔掉 摩笋还是不错啊 有几颗长的还可以 生菜它完全还可以再长 但是我现在需要这个种植床 种草莓 我一边在拔 我一边在看 这个种植棚啊 真的是没有一点点充 所以我就想着 赶紧给它们施肥 施一下底肥吧 我就把草莓种下去 看看采了那么多的生菜 又可以吃好几天了 这些呢我都是 potting mix跟堆肥土 所以呢它是很松的土啊 现在我放鸡肥跟那个 land把它们撒了一下 现在翻一下土 鸡肥我放的蛮多的 本来想放点蚯蚓肥的 后来一想 这里其实好多是堆肥的土 营养是绝对够了 所以就给它们翻一下土 翻土的时候 我就仔细看了角落里边上 有没有虫 没有看到一条虫 所以呢应该是可以直接种吧 这个土啊还是蛮湿的 因为前几天不是下过大雨吗 其实我是没浇过水啊 上面看上去蛮干的 其实下面湿的不得了 所以呢可以马上种草莓了 整个一个种植床都清理干净了 只有一棵生菜我还留着 别的我全都挖掉了 好像也没什么根虚 挺好的 现在我就挖六个洞 因为我要种六棵在这里 前面三棵后面三棵吧 看看一会儿我就把草莓 这六个草莓全都种下去了 现在就给它们好好的浇一下水 因为那草莓啊 我也没给它浇水 在那个育苗盆里 所以现在给它好好的浇下水 所有的标签我都插在那里 因为它这个六棵草莓啊 有三种不一样的草莓 口感都是不一样的 其实有那个牌子 跟没那个牌子也无所谓 但是我还是留着了 最主要是什么 这是前院 这个松鼠啊 有可能会来捣乱 所以我得想办法做一个架子 现在还没果子 所以可以等一下吧 顺便我把这六棵残豆 我种在这个树的下面 也给它们浇浇水 这盆菊菊啊 越长越大了 我想今天也把它全都割了吧 我给它剔了个头 可以吃的很多 没多少黄叶子 我清理了一下 这又可以给我吃三顿了 这菜我是越来越喜欢 所以留着根呢 也是希望它能再长 如果不长也没关系 我有好多籽 因为我去买了一包籽 就种在这样的棚里 其实以后也不需要种棚了 这样的棚 我慢慢都要把它清理掉 因为Sam不让我种棚里 确实种棚啊 也是需要好多水 尤其是夏天 先留着根 看它还能不能长 我又加了好多水 这是我今天的收获 莴笋 榨菜 还有一大盆菊菊 现在是洛杉矶时间 下午四点 看看这个云层 是不是要下雨了 乌云布满了天空 海都是灰色的 哎呀我的天哪 看看 我今天也是干得够累的了 好吧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你们的关注